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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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就商量 商量之后他们就定下一个计策 这个计策就是每次晋献功每次要跟黎姬讲 我很不希望太子 想要废了他 想要令你的儿子西齐当太子 一听到这话黎姬就哭着跟晋献功讲 说你千万不能做这件事情 你的太子 他是一个非常得到大家尊敬的人 你要非常利用 这件事情恐怕不妥当 而且我们顾望寡母 万一你有个万一 我们顾望寡母也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每次晋献功跟他讲 他甚至哭了以死咬血 他说你如果再继续这样讲下去 见戒只有一词了之 所以晋献功就非常相信黎姬 这个黎姬 这个女生完全不会争宠 太棒了 但是没有想到他跟这个优司定的计策 是用裁言来离间他们父子的感情 所以第一步 他让他的父亲晋献功 把这三个孩子分别派到三个不同的城市去住所 完成了第一步 到了晋献功21年 晋献功21年 公元前656年 黎姬觉得事情已经成熟了 所以他就迂回了采取的行动 他假装 有一天他假装跟郑献功讲 他做了个梦 梦见什么 梦见了这个生生故去的妈妈 一个名叫齐江的女子 跟她托梦 跟她托梦 跟她托什么梦呢 她说她在取卧 非常饿 非常饿 没有饭吃 都没有人计辞她 她说能不能请晋献功派她的儿子回来呢 祭拜她 让她能够得到一点温暖 所以这个李姬就把这个梦告诉了晋献功 说我昨天做了个梦 梦见了这个顾夫人 这个齐江 来托梦给我 说她在取卧这个主持之内 又饿又冷 希望能够得到她儿子的祭拜 晋献功一听 就想起了这个齐江的好处 所以二话不说 就跟这个孙孙讲 孙孙阿孙小你多久没有要到取卧去祭拜你的妈妈了 他都来跟你的后妈托梦 说你很久没有去祭拜她 你赶快去做这件事情吧 所以呢 孙孙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他一听到爸爸这样讲 所以二话不说 立刻起程 准备了很多生理 就前往取卧 取卧是哪一地方 取卧是进献功她的主持所利之地 也就是祖廟所在的地方 每次祭祀都要到那邊去 但是這個地方離降成還有一小段距離 所以祂就到了曲臥去祭祀祀母親 祭祀祀母親 然後要去祭祀之前 這個先生就問說 這孟靜憲公就說 你去跟一下你的禍母慈行 所以祂就去找了禮祭 禮祭跟祂講說 祭祀完了之後 記得把酒肉帶回來 分一點給你爸爸吃 讓祂知道你做兒子的孝心 這個生日天很開心 所以祂就去祭拜了祂的父母 祭拜祂媽媽 祭拜完了之後 就回來把祭拜的酒跟肉 都拿回到降成寺去 然後就說要進獻給祂的父親 一方面跟祂回報 他已经寄过他妈妈的 一般人跟他回报 这些都是非常贵重的寄品 特别要来请父亲享用 可是他进口的时候 进口正好去打泪 所以离记就跟他讲 你放在这边吧 等你父亲回来的时候 我会弄热的给他吃 所以这个声声告退之后 离记就进行第二步骤 他在酒里面下毒 又在肉里面下毒 等到这个敬献功打泪回来 离记就跟他讲说 刚刚你的儿子来过 他已经祭拜过大夫人齐将了 但他还把祭司的酒肉拿回来 说要孝敬礼 敬献功说好很好拿上来给我吃 等到他要吃的时候 离记突然说等一下等一下 外面的食物不知道有没有毒 我总要先试一下 敬献功说自己儿子送的东西有没有毒 他说很难说 我们还是试一下吧 所以他一试 一试不得了 发现酒里有毒 肉里有毒 敬献功说真的有毒吗 所以他们就找了一条狗 把这个酒倒在地上 狗用舌头去舔 没有多久就死掉了 然后一只狗去吃这个肉 没有多久也死掉了 他说怎么会这样子 这不会不会这个狗本来就要死的吧 所以他们又找了一个人来试 这一试这人又死掉了 所以这个敬献功就非常火大 我的儿子怎么可以这样子 怎么可以这样 然后怎么可以这样子 他想要谋害父亲吗 想要那么早继承我的爵位吗 结果敬献就在旁边 就应贺他 他说不会不会 他说你不如把儿子找来 问你问 问清楚就父子就冰释了 所以敬献功就说 好吧就把儿子找回来 所以他就想要把生生找回来 找回来的时候 然后要派个人去 这个敬献就交代这个人 你就跟生生讲 说你的爸爸很生气 他回来必定有灾祸 请他不要回来 所以这传话的人就跑去跟生生讲 所以你的爸爸要你回去说清楚 为什么你的韭菜有毒 他说我没有毒啊 怎么没有毒 毒死了好几条狗 又毒死了一个姓陈 怎么会没有呢 他说你爸爸现在在七楼上 要你回去跟他诉说 你一说之后 搞不好你的小面不见 但是你的小妈妈担心你的小面不见 就告诉 托我传话给你 叫你先躲一下 躲一阵子再说 所以这生生一听有道理 所以生生他不敢去自白 也不敢去自白 所以他就逃往新城 这也是进过一个城市 逃往新城去 逃往新城去 那进先公得知 生生居然不回来 而且居然逃往新城 居然逃往新城 更火大 更火大 他就说 儿子你如果没有想要读碍我 你干嘛要逃走呢 你回来辩驳一下就可以了 我总是会查明实情的嘛 那你逃走就显示 你做亏心事 做亏心事 然后你这个儿子怎么交成这样子 一气之下就把这个生生的老师 这这个老师名叫杜元款 就把杜元款找他说 你就你怎么交太子的 交了半天之后太子变成 狼心狗肺白眼狼 你不如去死吧 杜元款一听到 国家人要他去死 杜元款就静静动动了领命 领命之后他就想说 我怎么交出这种儿子出来 交出这种太子 这个事情不仅是他的耻辱 也是我的耻辱 所以他要死之前 就交代人去跟生生讲 说生生生生生 你的父亲为你毒害他一次 非常生气 他特别命我自尽 他说我是自尽以示清白 他说你如果没做这件事情 你也自尽吧 自尽才能检视你的清白 所以杜元款就这样自杀死掉了 自杀死掉 杜元款的人就跑去跟生生讲 说你老师自杀了 生生说为什么 他说你的爸爸很生气 把你的老师叫来骂一顿 说你怎么教的 怎么教成这种白眼囊 老师死前有什么 老师说我用死来自尊清白 他说你如果也是清白的话 不如用死来自尊清白 世人一听说 既然老师叫我去死 我就自杀吧 旁人一听跟世人讲说 不可不可不可 你是太子 你一死怎么办 他不如回到降臣去说明言伟 你既然要死了 又何必怕回降臣去说明言伟 结果孙生说 算了吧 算了吧 我的父亲一定不相信我 如果他相信我 怎么会处死我的老师呢 所以孙生就糊涂自杀 孙生糊涂自杀之后 这个消息又传到降臣去 传到降臣去 这个敬献功更火大 我老早就知道他一定是畏罪自杀的 但是他这么一个忠厚的一个太子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 百事不得其解 这时候离极又跟他献话了 他说我看是他老二老三 跟他献策的 他说有可能吗 他说你看老二呢 老二那么聪明最智 老三那么诡计多端 如果不是他们两个怂恿 老大怎么干这件事情呢 结果这个进行一听到有理 好立刻叫孙儿 回来讲清楚 立刻叫姨吴 也回来讲清楚 孙儿一听到说 哥哥死掉了 现在爸爸又要他回去讲清楚 这怎么办 他孙儿的追随者 跟他讲什么 二公子不用担心 你现在的力量比你爸爸大 你现在的力量比你爸爸大 我们锁在这里 等着你爸来打 你爸如果来打 我们抵御他 你不用担心 我们的武力比你爸强 结果孙儿就讲说 我已经对不起我爸了 我已经对不起我爸爸了 怎么可以因为这件事情 又跟我爸为敌呢 他说那不是不忠不孝 算了吧 所以孙儿气逞而逃 展开了他在外流浪十九年的命运 老三宜吴也是一样不肯回去处子 所以人家就跟老三讲说 老三要老三 老三说我能逃到哪去呢 他说你可以到 你不如到你的梁家去吧 而且你的武力还在 你绝对不能回去 所以宜吴就跑到他的梁家去了 跑到他的梁家去躲起来 躲起来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变成老大死掉 老三逃亡 老三逃亡 老三躲起来了 在国内某个地方躲起来 过了没有多久 靖宪宫真的一面无福挨栽 真的一面无福 靖宪宫死掉之后 因为我们知道 就在靖宪宫二十一年的时候 他的大太子 这个佐作很厉害 他还记载的是靖宪宫二十一年 这一年如果推算是公元前六百五十六年 推算他这是十二月二十七日 左传还把他自杀那一天记载下来 孙生生批恶民无法洗血 只好治愈而死 圣真一死 离击又陷害两个公子 说太子的阴谋 他们两个都已经参与了 所以公子从而 跟公子一无 两个人一定有所谋 所以最后公子从而 回到自己的封地 聚成而所 然后三公子一无 也淘回自己的城池 聚成而所 然后两个不辞而北 这下靖宪宫彻底相信 这三个儿子都背叛他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离击之乱 没有多久靖宪宫去世了 靖宫去世 西齐还年纪很小 大概十岁左右吧 大概十岁左右 离击的目的总算达到 但是呢 靖宪宫病为之后 他想说我这个儿子 那么年纪那么小 离击是个护道人家 虽然但是恐怕也不是两兄弟的对手 所以他就交代一个大臣 这个大臣叫巡席 跟大臣巡席讲 说巡席啊巡席啊 我就托故于你 另外一个大臣叫李克 但是李克这个人 李克这个人是太子的人 是深深的 效忠于深深的人 深深自杀 李克一定会恨死离击 所以他就跟巡席讲了 以后只能靠你 靠李克不行啊 而武的儿子呢 西齐就托付给你 这个巡席呢 就是好 一切交给我 结果他就托付给巡席 另外一个大臣呢 叫做李克 没有多久呢 深深 这个进行宫去世的 他们准备在将城为新王 就是李基的儿子 李基的儿子 西齐来进行 即位典礼 所以呢巡席就帮他安排 而这个李克呢 一听到说巡席帮这个西齐安排 他即位大典 所以李克听了就一肚子大便 李克呢他是一个非常勇猛的将军 所以李克就带兵 跑去欠巡席 跟巡席讲说 巡席啊巡席啊 你怎么可以立西齐为太子呢 我们应该老大去世的 老二还在啊 我们应该一起赢回重俄 还有老三呢 或者赢回义武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春秋礼法都还在 周四礼法都还在 不能立西齐啊 结果巡席的时候没有办法 这个献功有命啊 我不肯不遵 李克跟他劝了半天之后呢 巡席就不肯罢手 李克一气之下把拿起剑来 一刀就刺死的巡席 巡席就这样死掉 所以李克呢带着剑 又到了家门典礼 进到宫里面不分千红照白 一剑就杀了西齐 一剑杀了西齐之后呢 李姬跑掉了 他又追上去 一剑又杀了李姬 杀了李姬就要杀了旁边一大堆工人 接着之后又想到李姬还有个妹妹 叫少姬 少姬还有个孩子 那怎么办不如一起干掉吧 所以他就到了少姬的住处 到少姬住处 一剑又杀了少姬 一剑又杀了少姬的儿子 这一天呢他杀了一大堆人 杀了一大堆人大家都吓坏了 那大家就想说 大家就问说 这个李克啊李克啊 你要穿位吗 李克说我哪里要穿位 我是清军侧 但是我们现在呢赶快快马加鞭 请重老回来继承王位 所以他们快马加鞭去请重老继承王位 请重老一听 李克杀了那么多人 他想说我这一次 我如果回去的话 人家会认为说李克是我指使的 那我本来是不孝 现在又变得不忠 他说我不能回去 所以他跟李克讲说我绝对不回去继承军位的 你去找别人吧 为什么 因为重老觉得说 他如果这一次如果动身回到降度 人家又怎么讲 就是你干掉李基的啊 就是你指使李克啊 干掉李基的啊 干掉少姬的啊 干掉你的弟弟西齐啊 干掉你的另外弟弟几子啊 但是我没有干啊 他也不是我指使的啊 要怎么能回去呢 所以呢 所以这个 这个重老是不愿意 不愿意之后干脆逃亡嘛 所以重老就开始流浪 开始流浪 李克没有办法 只好再去找这个 找这个老三 老三一五 老三一五一听到李克 要迎他回去为国君 老三很想回去 他想我的老三根本没有机会当国君 现在居然有机会当国君 可是李克却是个凶狠的汉子 他居然连我的弟弟 两个弟弟都干掉 连我的小妈妈都干掉了 我回去之后会不会是个幼啊 他会不会一刀把我杀了 所以一无想要回去 可是又不敢回去 所以一无呢就找到了秦穆公 他的姐夫 所以秦穆公呢 派兵护送一无回去 这就是的 这就是这样子 这个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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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归谷的时候跟他讲说 这个四短归长 四短归长 但是四短归长呢 我们不知道是到底是出自哪里 但是呢 北宋时代有一位曾经担任过龙途格直邪士的医学大师 这个医学大师也是大儒叫沈瓜 沈瓜呢 瓜福的瓜 沈瓜写了一本笔记本 这叫做呢 孟希彼坛 这个孟希彼坛 他就读到这句话 他说 古之补者皆有瑶词 古之补者皆有瑶词 周里三兆 其送皆千有两百 他周里有三兆 其实好几种补法了 之前中卑士跟大家分享过 他说里面记载了 这个造词呢 这个瑶词总共一千两百条 一千两百条 他说在诗经 在诗经 在书经 还有在这个春秋经 以及在史记当中记载了几条 例如说凤凰一辉和名羌羌 他说这个就是瑶词 他说 间里两色为公四府 他说这是瑶词 他说专之于然公之于 一心里有十年有上有臭 他说这也是瑶词 他说如鱼亏违 横流芳阳 亦焉大国昧之江王 河门赛斗乃至霍雨 他说这也是瑶词 他说大航刚刚 以为天王下起之光 他说这个全部都是瑶词 但是是什么瑶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他说这些书已经没有不现了 说这个瑶词有一千两百条 这什么书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他说汉人上世其理 金人虽世其理 而专利五行为主 三代旧事莫有传言 他说探朝时代 还是有少数几个人知道 他就能怎么样补出这个词了 但是到了现在 大家都是专用五行来解释 周易 而至于三代的旧事 居然没有人知道 沈瓜在他的这个 孟希笔坛当中 列举的五条瑶词 前面四条瑶词就出自于左传 最后一条瑶词出自于实际 然后在周礼当中 有一篇名叫三兆 这个三兆这篇文章里头 记载的瑶词有一千两百条 这一千两百条 究竟是怎么样一千两百条 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连补归的方式 也没有人知道 所以现在全部用五行的方法 来解释阐述下相座之间的旧文 所以我们从这段记载可以知道 到了宋朝时代 已经开始用五行来这个解释 易经了 但三代的时候显然没有人用五行来解释 易经 显然没有人用五行来解释 至于说这几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这一段先讲到这个地方 告一段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